KDJ的金叉一马就飞 MACD也有金叉 还有底背里一转一个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指标它都有一定的缺陷 比如说这个图 中间是KDJ 下面是MACD 他们都在股价触底时发出了金叉信号 但是MACD明显比KDJ慢半拍 所以MACD它有滞后性 而KDJ呢 没有图所示 虽然反应快 但是太过频繁 所以发出的信号也并不是那么准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两个指标结合起来用就好了 第一个MACD在零轴以上 KDJ金叉向上继续看涨 第二MACD在零轴以上 KDJ死叉向下 只要KDJ出现顶背离 那就是锡盘 第三MACD在零轴以下 KDJ死叉向下继续看跌 第四MACD在零轴以下 KDJ金叉向上 只要MACD没有底背离 就是下跌的延续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锡盘以下 这就是锡盘以下 KDJ金叉向下 KDJ金叉向下